那我今天主要是讲一下火灾暴警系统发尔拉了 当然大家可能这里边是搞电的 还有搞建筑装修的 这火灾暴警系统实际上是在国内称作消防系统的一部分 消防系统在这边叫life safety 那火灾暴警系统实际上它是life safety里边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它等于把各个系统它都综合起来 可以这么说是消防系统里面的控制系统 是相当于一个大脑 那这个是今天的agenda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火灾暴警系统 然后对火灾暴警系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里边包括系统的一些元器件 还有火灾暴警系统在设计施工 verification inspection过程中所用到的一些规范和标准 另外火灾暴警系统有哪些分类 它的设计安装调试还有这个verification verification我不知道中国怎么翻译 我们在中国没有这一个环境 基本上就是这个agenda 为什么需要火灾暴警系统 实际上火灾暴警系统它并不是一种灭火系统或者是防火系统 它不能够灭火和防火 但是呢它可以起到一个预警这个作用 另外一个比如说它可以有火灾了 它报警了人可以疏散 然后有火灾它报警这个消防力会来 这是这个两大重要的作用 哦对它还有跟其他这个各个系统的联动 那么跟那个就是灭火系统的一些联动 那主要是减少这个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 这个火灾暴警系统呢 它有各个组成部件 在这个介绍里面 我招工会说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说它构成火灾暴警系统的一些元器件 还有就是说它的一些接线呢 就是怎么穿管啊什么这些 再有一个呢火灾暴警系统呢 它本身有一个就是控制的logic 就控制逻辑 我们叫sequence operation 那本身它是一个相当于中央控制系统 它还有编程啊 这个编程和它的控制逻辑是分不开的 然后当然火灾暴警系统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说它要和消防队消防局连着 一旦有火灾它会通知消防队 消防队呢在几分钟之内就会过来 来进行灭火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火灾暴警系统 它一旦设计安装完以后呢 它需要调试和验收 verification和这个specification 在国内有可能我们就一步就完了 这边分两步 因为它有不同的标准 是不是有第三者来 对有第三者有这个问题 对对他们这里好像就是要第三者来 因为它就不相信你自己 这个我下边我会详细的说这个 然后呢 这个一旦火灾暴警系统安装调试验收完了以后呢 它每年由于消防系统 它每年要做一个叫inspection 这么每年在国内做不做 在国内好像我们搞设计的跟那个底角拖接 也不像在这边比较熟悉 在国内也应该做 但是国内做这个就打折扣 这就是它的系统的元件 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叫 sar alarm control panel 它实际上是这个系统的一个大脑 那它会就是处理各种信号 input output 进来的信号和出去的信号 进来的信号主要是各种暴警信号 出去的信号呢 那主要是它会启动警铃啊 这种火灾暴警的 下边我会介绍各种各样的设备啊 这个是它主要作用 当然这里边还要有UPS啊 有各种各样的输入服务单元啊 还有这CPU啊 然后你编程主要是在这里来对 这个东西一般是也可以在什么 一般来说呢 它应该是在electrical room里边 electrical room 对 你也可以在这个me entrance 哦 CCF是吧 CSF CACF 这是你们这个在在rededentia里说的 对 rededentia里是说这个 但是一般的commercial 它会放在electrical room 或者是 是在basement吗 在basement也可以 他们通常是有一个什么 接着electrical room 结果下边会说到这问题 它本身要需要favorite的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这个mean panel可以在electrical room 但是你在mean entrance必须有一个叫annunciator 它是连着的 到时候这个消防队的来了以后 它通过那个annunciator 它可以check哪个zone发生活在 然后呢 它有这个power supply 如果没电了 你全完了 这power supply呢 通常呢 按照加拿大的建筑规范或者BC什么 基本都是一致的 它需要有battery 然后除了battery以外 它还要有一个120伏的交流电 给它供电 这个交流电呢 它要求供交流电这个回路 要dedicate 还要lock 还要图红的 这都是规范要求 要放上一个label 和追尺 给favorite 而且它是锁的 你不能够打开的 然后emergency power 实际上 如果你这个building 有这个generator的话 那也可一般是从那个供电 但是这个manentory 就是说这个panel本身要有这个电池 这个电池的容量 和你电池的这个时间 一定要达到满足规范的要求 就是说你这个建筑 是什么类型的建筑 那你这个backup time它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说我就是一层的像这类 半个小时就够了 那我是一个三十几层的 那可能它就要两个小时 说到这儿 我可以跟大家share一下 因为我原来在国内 东北院工作 东北院是国内建筑电器 规范的这个规口栏尾 它那个规范制定实际是按照 尤其是消防的规范制定 它是按照你这个人逃跑的时间 和这个楼被火烧的时间 包括那个排风啊 还有那个镇压送风和那个排烟 它都是按照这个来的 电池的backup time 它是按照建筑规范 这就是它的一个大致的 你看中间那个是control panel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感染探头啊 感温探头啊 还有那个就是emergency break glass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叫pool station啊 那边就是一些报警的警铃啊 还有这个door release 还有这个superlinkler的一些 像flow switch啊 或者temper switch 你这个smoke和heat你怎么去分 你这个smoke和heat你怎么去分 然后就看见它你怎么知道 有smoke和heat 没办法去分 你只能是通过照片你再到哪去看了 因为它外表长的差不多 对啊 我有一次呢 你问我这个到底是heat smoke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可以从它房间的使用功能上去分一下 通常用下都是用的这个smoke 用heat的时候你比如说餐馆烧烤用感烟的就不太好了 它就要误报了对不对 像一般厨房啊 餐馆啊 这些我们都用这个heat 多一点 一般办公司就用那个smoke 对 一般都用smoke 那下面还有一些这原件 我们通常有两种回路 fire alarm这个系统有两种回路 一种叫initiating circuit 一种叫signalling 或者叫notification initiate就是像这个火灾报警 叫我们叫pool station 中文叫什么 我们叫按钮 实际上不是按钮 实际上是pool station 对 然后这种感温探头感烟探头啊 还有这种flamed就是检测你火苗的一个探头 还有这个空调里边 空调送风里边有这个dark的smoke detector 还有这个combination 就是两个共同的或者是多个共同的 再有还有这个压力开关 还有这个control valve tempered switch 这种开关通常就是在那个suprinkler那系统里边 一般是每层煮消防水那个进口那个地方 通常是在楼梯间高一点楼 它每一层楼梯间都会有这些 这个它主要起着一种监测的作用 它不打开 这个这边的fire alarm这个系统和国内还有一点区别 回头我会讲这个 它呢只是监测 比如说这个水流指示器动作了 就是这个flow switch或者presser switch动作了 它那个一动作就意味着这已经破锅了 就是已经被烧锅了水已经下来了 它里边的流量和压力相当变化 要不然它是不变的 出现这个它就会报警 再有一个那个control valve tempered switch 这是干什么用的 大家知道吗 monitor monitor什么 不是故障 实际上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防止有人把那个罚关了 罚关了 你就没水了 这个你有火带它就不行了 所以它是必须要monitor的这个 如果有人把这个罚门关了 它马上就要产生报警 是这样 是这个意思 那还有这个notification devices 这个就是报警的警铃啊 bother啊 轰stop 轰也是警笛啊 stop就是那个sat 还有speaker speaker通常用于这个high rise 它可以就是发出announcement的 还有remote annunciator 这个就是比如说我这个for alarm control panel 在mean electrical room 在basement 那我mean entrance 必须有一个annunciator 它可以受那个各个zone 这个大楼里边各个这个for zone的一些情况 Auxiliary devices 这里边呢 其实就是有一种叫我们叫monitoring module 还有一种叫control module 这control module实际跟relay差 差不多 Monitoring module就是它通常要监视一些 这个flow switch和pressure switch 它们不能直接连到这个for alarm系统里 它就要通过一个monitoring module 它实际上起到一种隔离的作用 那这个control module 它实际上是一种relay 但是它也是一种isolation relay 它把for alarm系统和你真正要控制系统 它起到一个隔离作用 要不然你发生短路或者是其他情况 你会影响到for alarm系统 这个control module通常做一些什么 比如说elevator recall 或者是air handler shutdown 这些它要做的 那再有一些就是end of line resistor 这个是给这个class d这种回路用的 待会我说这个 然后zone escalator 这是用于就是你在for alarm circuit 划上短路以后 它这个隔离短路故障 这个你们在球里讨论过来说 下边就是各个components 各个元气劲 pool station有一种叫coated 还有一种叫non-coded pool station coated实际上是一种比较老式的吧 它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用了 那我们现在用的都是non-coded pool station 所以在这个specification里面 它会指定是你要什么 这里面会讲到很多这些事情 那这个pool station它有两种 一种是single action 还有一种叫double action single action就是它 你一拉下来它马上就报警了 还有一种叫double action 通常我们叫破波 就是它有玻璃的 你要把玻璃破掉 你再拉下 就这种 这报警器有几种呢 一种是温度的 还有感烟 还有会感受到这种gas的 就是气体 这个通常在工业里面有这种 还有一种就是感受那种火灾火锚的 不是火灾 就是那种火苗flame 再有就是combination 就是两种或者三种混合的 感温的它有两种 一种就是fixed temperature 一种是rate of rise fixed temperature就是啥意思呢 我一设定好了70度我就报警 它一旦达到这个温度 它就报警了 或者温度往上 rate of rise是什么呢 它不是按照一定的温度 它是按照你温升 就是说你在一定的时间 你这个温升达到那样 它就报警 这个code都没有什么 这是实际用 你比如说你在一个火锅店 或者是在厨房 如果它在短期内 它一下温度就上来 比如说吧 那你吃火锅呢 这有感温碳口 你啪一下把这火锅放这 它温度马上上来 对 这个时候呢 你恐怕就要用那种fixed 你就不能用那种 它可能10度它就报了 在没端上火锅之前 是比如说30度 一端上它就变成50度了 对吧 但是它又误报了 但这不是正常的火锅 这是 这不是code 这是根据你实际的情况来选 就是说你没有那种突然升温的情况 嗯 那种 那种 就用那个 可以 rate of price 就是你使用 使用环境下 是会有一种 经常有突然升温的 像火锅店啊 厨房啊 这就不要用那种 那种情况 不太适合的时候 就用这个 刚才提到那个electrical room electrical room 我们通常是用擀烟和那个flame 我们不用擀烟 因为有时候 electrical room 温度比较高 对 那些会物爆 对吧 对 所以我们通常用擀烟和flame 那相当的 相当的 这温度 这温度也应该控制的 它不能 温度控制 那就要找空调了 你找空调 除非你给它排 对 有的情况下 做的不好的时候 有的是那个 Transformer 所以你用感温探头 就容易误报 那感烟探头呢 就有两种 一种是离子感烟 一种是光电感烟 这两种呢 其实区别都不是特别大 它只是原理不一样 就是感烟这个原理不一样 老百姓家里的 那叫smoke 那就是感烟这个原理不一样 老百姓家里的 老百姓家里那叫smoke 还不是这种 smoke detector 它只是感烟 原理跟这个是一样 但它不是联到一个系统里 它都是单独的 叫stand alone 这两个价格的区别 你说是感烟 这两种光电和离子 光电和离子这种 应该区别不大 其实都不大 这探头一个也就是二百块钱 因为现在对家里边 它好像 就是building code 还有特殊规定 你要用 有可出租单元的话 主单元跟出租单元中间 必须要有一个光电相连 还不能用那种意思 你说的光电相连 是不是inlentric connected 对 那个两码事 我知道那两码事 但是它 那个也是光电原理的 就我就是 它虽然那个是stand alone 但是 我不知道building code 为什么不规定 它必须要用 叫photo electric 不可以用 这个肯定是这两种 这个说真的 我没有具体的去 搞他们原理性的东西 我们一般不讨论这个 它怎么规定我们去用什么 买的时候 基本上价格什么都不是敞开 我们一般设计的时候 我们也不指定 对 我们就指定说这个感烟 它只要是能够感烟报警 就好了 这个光电和离子 它只是两种不同的工作原理 对 差点比较大的 这个烟和样化在一起 这个价格比较高 对 如果只是烟的话 查的不太大 工作原理 那个就是你说 这CO2 sensor 这flame detector 它通常用那种紫外 红外 它反应比较迅速 这种一般 就是说我们 用在工业上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有爆炸的场合 还有这个像electro room 都是我们用的 对 这个应该比较贵 这个具体价格 那种工业大 工业还有那种 钉 那是钉 钉 钉的 因为这种单个的看过去才小 对 它老是看的 这个是gas gas 它主要是检测一些气体的 这个在工业上比较多 像我们在阿尔伯塔油田做一些 那个叫electro building 或者electro room 就是在油田啊 它都是这种一个一个的electro building 就建好 Module 它的下边 像我在原来的embridge做的时候 它的下边 它会有一个这种 不只是我们叫carbondal axis 它有很多那种有害的气体 或者是爆炸的 有毒的 它那种gas sensor 或者叫gas detector 它检测各种各样不同的气体 不只是这一个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呢 实际上是commercial的 并不是做工业的 这只要是氧化碳 对 它的反应速度要比heat detector快 要比smoke detector慢 然后这个就是combination 各种各样的 它可以是感烟感温一个 然后感温它可以两个结合在一起 另外感烟和gas detector结合在一起 这个就贵了 这个incombin就贵了 但是我想这个是趋势 因为你现在顶上东西实在太多了 你看 这建筑师就是要从你们这个美观上来考虑 关键它没有必要有时候 像office这种也没有必要 它都是一些非常特殊的厂子 它需要的那个 对office一般不行 这种的话一般你们是用干电池 还是用那个用便线拉拔 它是fire alarm system fire alarm 就是它自己的系统 它的电池全都cower 对 每个devices 每个小的设备都cower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flow switch water pressure switch 和control valve temperature switch 就是长成这样 那这个设备本身实际上是mechanical trade 来提供 electrical呢就是把线接到 接上去 所以你们不specify 就是你们不specify 这个东西 但我们监控它 我们监控它 我们接线 这个设备本身是他们来 switch本身是他们mechanical来提供 这就是警铃啊警笛啊什么这些东西 就是刚才说还有一些speaker啊 那上面就是简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火灾报警系统 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行 那我们下边接着往下走 下边就讲一讲 一些与火灾报警系统相关的一些规范和标准 这里边呢最主要的规范其实有两类规范 一类呢就是building code 下边我会具体说这个building code 和这个sirelam系统的关系 还有一种就是ulc 就是加拿大的一个标准委员会 那这里边呢 在加拿大整个与farlane有关的标准 都是由ulc来做的 它不是cic Canadian electric code 它算cic的 但是加拿大的所有弱点的这套系统 火灾报警啊 什么security啊 这一类都是ulc的 那像美国的ul呢 美国ulul这个 这就是各种标准了 ul实际上它是一种行业的产品的标准 它还不是它国标 国标应该是nc 美国有nc和nfpa 这就这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我另外一个那个那个讲座讲 专门讲电器的规范和标准 那个我会讲的比较全 然后它这个还有一个叫factory mutual fm fm你会看到所有的火灾报警系统 它都会有这个fm 为什么要这个fm 有人知道 就是保险公司它需要这个 所以呢所有在市面上这种fair alarm系统 它都会说我是cic我ulc我是美国什么的 我还是fmfm是美国的一个认证机构 它是专门与这个保险有关的 如果保险公司比如说我要保这个大楼 我就要审查你这个有没有fm 这个fm是必须的 就是你必须得是fm 就是你的fair alarm系统必须是 不是的话保险公司不保你的 对那这个一般是你去看那个都有的 但是我们没有我们satification 没写是没写的 但是你去看所有的fair alarm的系统的这个satification 它都有fm 他必须按照这个来做 要不然的话都行 刚才我们说了 这些东西是不是跟这里很不一样 这些太多的不一样 我回头我会大概说一说 我再问一下 但是产品它是fm certified 但是你这个系统安装好的调试的话 你就是按照ulc的调试 而不是按照fm的 fm只是一个产品标准 它不是设计安装调试的标准 它只是 fm只是一个产品标准 就是你这个产品必须是fm认证的 但是你设计安装施工调试它不是 那所有产品都会有的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fm肯定有 很多都已经 没有的话不会再加密 不不不不 它没有cic那么strong 对 但是你比如说你一开工柜 你一个pino不会有fm 这fm因为fm它火灾 它是直接牵扯到这损失问题 着火是这个保险公司很关心的一个 它是非常发生的一个事情 对吧 c太要了 那我们刚才说了有这个bc building code 然后canadian electrical code 下边就是这个urc的三个标准 524这是安装标准 for alarm的安装标准 536是testing和inspection的一个标准 537是verification的一个标准 然后nlpa13和20你们知道什么 nlpa13是suplinker的一个标准 这是美国的标准 但是加拿大他们mechanical engineer 也都遵循这个标准 20是fire pump 是这个消防梦的一个标准 nlpa72 这是美国的fire alarm code 但是我们一般不足迹 还有city bylaw city bylaw就是各个city 对这个特殊情况的做出的一些规定 这些bulletin 对bulletin 对bulletin 就是vencour bylaw的话 那就是vencour的关系 对 我说的 我说的bylaw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为什么把vencour放在后边了呢 是因为vencour吧 就是说他要求特别多 特别严格 二个是加拿大电气规范的主编人 二个同时是加拿大建筑规范电气委员会的主编 然后他原来在city vancour 是chef electric inspector做了20年 他做了20年呢 他就制定了一些像vencour的一些规定 其中就有一个vencour说这个到这个apartment 有一些像这个是用classa classb那种circuit要不要加什么 就有一些特殊规定 具体的特殊规定我都忘了 这还是那天有一个notifier 就是Hornier那个Farlarm系统的一个人讲 他提到这些 要不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故事 这就是说你在做这个系统设计的时候 需要知道这些 今天时间有限 我只能说大概的概括的说一下 就是说你在做系统的设计 安装调试verification的时候 设计到哪些方面 具体的要去看那些具体的规范和标准 那刚才我们简单的说过 就是说火灾暴散系统有哪些分类 一个就是single stage和two stage 这个有人知道吗 single stage就是说 他一旦有火灾了 他马上报警 two stage他不是 但是他是有一个那种 warning的这个time 这warning time过了以后 他才正式的一个product 就是two stage 他在建筑规范里 规定了哪些需要two stage 哪些需要single stage 哪些可以两个都可以 对按building type 这个要查建筑规范 coast non-coast 这个指的是那个full station class a circuit和class b circuit 这个就指的是 在火灾暴散系统里面 两种不同的回路 这个我们要specify 再造设计里 我们会specify 就是class a呢 它通常就是说 它可以避免一个段路 就说这火灾暴散系统 是一个bus 这么连起来的 连起来 它中间如果有一个段 怎么办 你下边就 就不工作了 你要用class b呢 下边就不工作 你要用class a 下边还是可以工作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 是有防火分区的和无防火分区 这个防火分区呢 通常是按照你们建筑来的 你们建筑会按照这个建筑规范 发分好各个防火分区 我们在设计我们的火灾暴散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跟着你们走 回路和你那个zong还是两回事 这个就牵扯到待会我们说的是 addressable还是conventional 如果是addressable你可以随便跑 因为每个设备都是addressable 你在编程上可以把那个 位于那个zong的设备 编程那个zong 但是如果是conventional 你没有addressable 这个设备没有地址的 你就只能按照防火分区来走线 还有一个就是hardware和wareless wareless也是最近几年太时髦了 那么现在好像最近这个建筑规范 或者包括这个ulc的standard 刚刚在研究是不是adopted 就是接受的 目前厂家已经有了 但是能不能应用 现在还在review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规范每三年更新一次 有一个问题 你这个two stage 它那个时间是不是可以设 可以设 这个建筑我认为它有 你看这 building type determines which stage of a firearm is required 是不是说 adjustable delay time 一般是多少 一般三到五分钟的 他们是不是觉得说就是特意要delay 就是非常难太慌张 对对 你像医院 医院一般都是two stage 高层也是可以 不一定 高层是四个 对 这个完全看规范 回到那些规范的条款 你一查都有 对对对 是医院里面是所有的这个 这个 就是two stage 是吗 你没有用 基本上都是 基本上都是 two stage 但是医院里面就有 分不同的 consultation 哦那不 那它不管呢 它是trade 这一个building type 就像你做coder analysis 你这个group 也是 比浪图买 谷物部就是用来的 你的时候 就是first stage的话 一下子警方一发的话 很多 对 老人 对 对 对 这个时候可能更厉害 他们一般先 可能第一个stage 所以先通知 可能先通知医护人 对不对 然后再去跟店人去讲 这个code non-code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 主要针对这个code station 来说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个两个class A class B 就是circuit 那这个东西 也是building code 还是 这个我们一般 我们一般的 我们一般是这样了 我们一般都用 都指定class A 就是尽量保险一点 这个就是避免 由于那个段路 就中间这个线做了以后 引起的这个功能故障 可能就是找到贵一点 是不是贵的 其实也贵不了 贵的 Hardware时间还是 费用还是有 对 这个我们就说 那个zone和none none 这就通常是small building 就很小了 就一个zone 才能用none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small building 所以我们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这种pandence unit 但你你只要你作为你就说一个zone 那我们就用zone 你要多zone 我们就得多zone 因为有的时候很难定的话 就是一个flop的很大 我们也不能 你2000平米最大嘛 但是你中间要有很多和这个功能的分割了 对 其实我们不只是你们那个 这里边我其实还应该补充一点 除了你这个平面的功能的这个zone以外呢 还有其他的zone 比如说electrical room 电梯 Air handler 都被consider不同的zone 所以一般来说都是multi zone 就single zone的很少 他这里边就是addressable和conventional 这里边的都是有带地址的 你比如说你这一个回路 你这些是在一个zone里边 但是他每个带地址 你在这编程就可以知道 所以这个叫了 他会知道这个zone叫 但这种conventional你就不行了 所以你每个回路必须按照zone来设计 来安装 请问一下 你在布线的时候 你现在现在你们用的是什么线 法尔拉姆的像那种 那个detect 社会的你们是用的是什么线 这个通常是根据不同厂家的要求 对 厂家他都对不同的回路对导线有要求的 比如说wire phone 他要求必须是trace the shield 因为他害怕其他磁场干扰的 对这些声音信号的影响 但通常现在的像smoke 可能叫debt device 就是有地址那些东西 他通常都不需要shill 就是normal number 18 如果有功率输出的像speaker store 14号 他对导线size 他也不一定都是14号 16号 1416 所以说你多大功率跑多远 必须做好像有一个计算 通常这个不是每个厂家都一样 一般这个不是follow code 而是follow厂家的要求 那么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tender document 如果我们这都给厂家的话 就是他们厂家报价 就是contract和厂家联系好 就把那个信啊什么都订好来报价 因为如果我们不specify 这个kable的话 在我们的图书上 因为这是由厂家来决定 对 那就是在写 我们在做tender document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 工作是不涉及价钱的 施工价钱的 但是我们这个 我知道你们搞EPC的 是吧 我明白这意思 就是说他们是搞总包 他们是那种叫etcm 这是工业和商业的区别 商业就是单独的 这个我们在商业里面呢 我们是这样的 就是说作为我们工程师 我们在sacification里面都会 supply and install fire alarm wires as per 524 and recommendation of the fire alarm product manufacturing 对 我们都会这样一说 到时候呢 他们做安装的时候呢 会跟厂家沟通 那你们做这个报价的时候 那你就要问厂家了 比如说定好了哪个厂家 那你要问厂家 说我用什么线 你这线一米多少钱 是这样的 那这一点就是规范的一些出处了 比如说什么样的建筑需要fire alarm 什么样一个项目 你就去查那儿就好了 不是所有的建筑都需要fire alarm 那什么样的就是 what type of fire alarm system is required 这指的是single stage 或者two stage 你就去查那个吧 然后wire fire detector are required 给你查那一条 这个fire detector是指smoke heat 还有其他的就是总称了 那你说fire alarm 那你smoke要做 你heat要做 不不不 就是这个就是说building code 他不管你哪用什么类型 他只管你哪需要 所以building code 在我们design里面是一个提纲 就是总的上面 但是下面怎么去设计 比如说他说了office 你需要fire alarm smoke detector 但我什么样的office 多大我用几个放在哪 这building code他不管 那你要去ULFC524 signaling devices 这个就指着notification 就是这些警铃 他在哪需要你要尝量一条 那这个hwag需要superwise 这里边主要指的是 就是air handler系统 一个楼里他有air handler 有ahu对吧 这个ahu 是不是要superwise 是不是要superwise 连到fire alarm系统里面去 开始不连到 对这个你要看那个 通常是三条 第一条 第一条 hwag serve more than one fair zone 你要连 第二个 他 serve more than one flow 你要连 第三条 serve more than one unit 你要连 如果一个单元只有一个的话 就不用连 对 然后还有一个elevator fair door interface elevator 比较麻烦 fair alarm 要连的比较麻烦 有reco 有monitoring 还有通常情况下 他要在电梯前使用 elevator robin 要有smoke detector 然后这个fair door interface fair door就是你比如说你有fair wall 是吧 一个较大的建筑 fair separation 你这里边又有dough 所以这个门应该是fair door 对 那这个fair door呢 到时候着火怎么办呢 你要关下来 这个里面设计的时候 里面也要设计好这个door opener 或者door closer 对 否则的话这门常开了 你是一个fair door 白扯了 这火过去了 所以那个又有一个自动控制门 那个自动控制门 一旦发生火灾 我们要把它关闭 那那个是magnetic door 是吗 就是hold open 对 然后有fire 他就 这就牵扯到 你是用electric strike 还是用magnetic 这都可以 就是看你那个dough hardware 你怎么选 这里边还牵扯到access control 其实很多配合 通风的那个damper有点像 就是说他通常有一个就是fire 就是safety close 还是safety open 对 反正这些都是很多事情 在这不太可能面面遇到 我们都讨论清楚 还有就是fire pump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中国规范和北美规范不一样 在中国的规范里边 我不知道现在改不改 中国的规范里边 发生火灾 由消防控制系统 就是报警系统来启动消防火灾 对吧 或者有消防按钮 这边不是 这边它是自动 它这个消防泵呢 只要你滚到里边压力下降 它自动启动 它与你fire alarm系统没有联动的关系 fire alarm系统不控制消防泵 它只监测消防泵的一些状态 就是按照NIPH13和20来说 那下面一个fire suppression system interface 这个fire suppression system指什么呢 实际上指的是正压送风和排言风机这块 这个正压送风和排言风机还不是所有的建筑都有 一般是高层才有 为什么需要的 有人知道吗 我原来在中国工作的时候 我们那个总工啊 他老讲起了一些 这个规范制定的一些依据 怎么回事呢 他们做过调查 就说这个火灾呀 死的人不是烧死 是烟死的 熏死的 很大一部分人死的是熏死的 对 而且他在制定这个 比如说就我 我刚才说这个电池的时间啊什么 他都是有依据的 像一般来说那个exist sign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他是根据人逃生的时候 什么样的建筑人需要多长时间逃生 他来满足这个要求 包括我们这边的规范也是一样 比如说是一个高层或者超高层 他这个stairwell 这里边这个ferrated wall 它是两小时四小时 也是根据这些人逃生的时间来 这如果发生火灾了 这一家人会窜到这个楼梯间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一方面 他把烟排出去 就是一边排风一边送风 保持这个楼梯间 有新鲜的空气 这样人可以逃出来 我刚才说这个 就指这个镇压送风和排行动机 那镇压送风和排行动机呢 它实际上一个往里送 一个往外排 那它又有一个dumper 就是刚才说那个dumper 这平时的dumper是close 要不然的话 这风都进了这个网或者什么 它一旦要有火灾了就要打开了 这是我消防控制系统要控制的东西 一旦有火灾了 它会把弹幕上打开 把这个排行动机和中压送风风机 启动 这是我fire alarm系统要控制的 这个后来都是在你的fire panel里的控制 对 还有一个generator in place 这就是指这个项目有应急发电机的时候 但它也不控制 它是指示监测 再有就是fire department 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 就是说这里边指的是什么呢 是你是不是所有有fire alarm panel 有fire alarm系统的项目 都要连到消防控制中心呢 这里边就给出这个规定 一般来说就很小它不需要 但是有一条 就是只要你有喷洒的 只要你是full sprinter 你必须要连到消防控制中心 这个消防队来了 他很多时候他要用那个消防水什么那些东西 我想可能与那个有关系吧 对 对 他要去 对 加压蒸水 对 fire zone identification 这个就指的是 这个防火分区各个分区 要看那个BCB building code的那一条 power supply requirement 我们刚才说过 它也是根据一个建筑的类型 它需要多长时间的backup time 所以这个fire alarm 这个里边牵扯到非常多的和其他系统的联动 还有这个code的问题 对 下面我们就谈到这个ULC的标准了 刚才说了怎么来安装这些fire alarm 这些equip 或者是components 那比如说安装高度啊 他这一个探头 比如说我这个多高 就举个例子说我这有一个感应探头 我在办公室里 我有一个2000尺这么大的一办公室 我安装几个 那这个就要画圆了 根据它的高度 根据每种产品的coverage 然后你来设计它 还有就是怎么计算 Building code 它只是讲了 通常情况下 这一般的建筑说我需要 我这fire alarm 我在火灾的情况下 在报警状态下至少半个小时 但是我在一般stand by状态下 我至少24小时 这个电池需要多大的 需要多少安时了 这个是要根据524来计算 但通常这个我们工程师不来算 通常我们让这个manifest 对 让让他们来算 实际上我们 只是给厂家一个 requirement 对 我需要多长时间 然后厂家来算 也厂家来verification 说我这电池确实够了 哎 他这样我们给签个字 他们要做测试 对 这不是可以是厂家来 厂家来做 然后这个fire alarm 这种系统怎么和消防控制中心联系 联络 联络 就是connected 通常这个是通过 一般小的是通过 都通过security 第三方的一个monitoring 公司来 所以为什么 像我前一段时间 在高桂林做了一个仓果 就没有给他们连 为什么没给他们连 就给他们省点钱 如果规范不要求连 你就不用连 你要连的话 通过security公司连的话 一个月你得交几十块钱 对 那连接是通过一个电话线 电话线 电话线 就像你家里这个防盗 那个报警系统一样 另外一个最大型的项目 比如说我是一个campus 一个大学城 这个fire alarm系统会连在一起 一个楼一个 一个楼一个 那每个楼都有一个控制panel 这些panel怎么连 这也是524里边讲的一些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些 北美和中国这一些区别 就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fire pump 这个启动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 也有 我刚才说了美国它是NLP72 我做过一些美国项目 美国它要求的比加拿大 还是要高一些 它要监测的一些信号 比如说就fire pump 这个monitoring NLP72 它要求的要比加拿524 和这个举人口的要求 火赛报警系统的设计 实际上需要各个 其他专业的一些图纸 和这个information 主要是你们建筑的flow plan 然后这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建筑 因为我们要根据这个来决定 用不用这个fire alarm系统 用什么样的fire alarm系统 然后里面这个fire zone 再有这个elevator的设计 这个layout 我们要知道哪个是firefire elevator 但是有些房子 有些楼没有就一个电梯 它就什么都是了 那它什么都是了 还有一个就是mechanical 它的一些plan 它哪些是正要送风 排行风机 它的正常的一些equipment 我们的一些位置和它的size 我们要知道 再有就是自动喷洒系统的一些东西 schematic 还有它的plan 放在哪儿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采用哪一种火赛报警系统 那我们要拿到它们的cap out 虽然到时候最后订货 但是至少要有一个依据 这就是design input 那像你们这种线的话都是不防火的 就是路在外面 在cond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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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uit它也没多少时间了 conduit至少半个小时是可以的吧 这就是中国和北美建筑的不一样 中国呢 会告诉你 这个防火电来 中国的规范比较粗一点 它会告诉你防火电来 用完了 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 根据不同的火赛报警系统的厂家 你会决定每个回路它可以带多远 带多少个设备 这些都要知道 下边就说到这个 Aerhandler系统 这个根据NLPA90A 它是要求多大的CFM 要装Duck smoke detector 在supply和return 这个是要设立的 这也是design input的一个 上面在管道里面 对管道里面 就是在离那个Aerhandler越近越好 主管了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呢 Far alarm control panel 这个location 它要Far ready 这个我们一开始说过 但是这个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它一般不会装在 具有那个高压配电设备里面的 那个Electric room里面 因为通常如果在那个里面的话 它是锁的 上锁的你就不好了 这个上锁的钥匙可能是在一个人的手里 如果一旦发生火灾 这些人来不了 那就不行 所以通常不会帮你内力 Power supply就是从哪个Panel供电了 其实我刚才说了一些 很多都是Code Consulting做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原来在Stantag工作的时候 基本上都不用什么Code Consulting 都是自己定的 都是自己来 在这边我发现很喜欢用Code Consulting 这些Code Consulting 实际上他们懂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建筑规范 对 你让他做Far alarm 他不太懂的 电器规范的不懂 建筑规范比较跟Far alarm有关系 他说的很粗的东西 很粗的东西 所以那天我给他们review一个印度人 他说 我根据那个Code Report来 他们说的确实很粗 根本他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底彈 你没有底彈 他们不太懂 因为我们喜欢用Code Consulting 因为我们不想分担这个责任 一般就是让他们来 那你用Code Consulting 那你就把你这部分责任去了 也去 你也要分担 然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图表 他应该是包括哪些 他实际上应该包括一个Plan 就是售这些Far alarm devices 在location Ride the legwork 还要包括这个Zone schedule 一共我这个建筑有哪些Zone 再有Sequence operation 这是必须得有 Specification nodes 还是Inflation detail 像这些这是必须有的 实际上这是524要求 这个就是一个Plan 这个实际上他要 说各个那个location 这就是Ride the legwork 然后这个Schedule 这Sequence operation是怎么个工作法 Far alarm系统是怎么工作 如果一旦发生所在 第一个就是Notification devices activated 那就是指这个Bell Home straw 包括Annunciator 这个要Activate 第二个就是说马上Schedule signal 到这个Far department 然后Far pump kick off Sprinter系统工作和Far pump 这不是由Far alarm系统来命令的 它是自己一旦发生火灾 发生火灾以后它会破波 就把那个Sprinter给烧融化掉 这水就自动下来了 自动下来以后呢 管道里压力就变了 压力变的流量就全变了 Far pump就开始了 对 这时候Far pump呢 它在Far pump出口处 它会有一个pressure pressure sensor或者switch 它一旦那个变化了 那个变化了 马上就其中Far pump 那像这种Sprinter的话 如果一下子烧掉以后的话 它一喷的话 是不是还要再重新换一个 还是 那那就是火来以后了 对 那你们还要去换一个头 不是我 这是你开那头的事 对 它没办法重复使用 那不 那肯定要再换 那你一旦烧火了 这个火烧完了以后 肯定这些都要换 对 有的时候的话 现在出很多事情 现在物业楼里面很多出问题 就是他在厨房里面 他一烧了一个烧了一个什么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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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火 来来做一个菜 夸下去就喷了 整个大楼整个大楼也淹了 对 然后的话 那个实际上没烧火 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烧烧菜的时候 他弄个明火再一点 就这个东西 那他也赔不起 那你也没办法 那那那那当然 那那那你肯定就要 叫那 insurance 赔 但是这个费用也蛮大的 那是啊 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因为要是太敏感 也就是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大楼里面 其实太敏感 太敏感的话 那个业主经常去赔 赔的那个water flooding 以前的话 就几年前给他出一千块 现在一万块钱 因为他自己发的太多了 那是 问题会整个大楼会开花 他一刹一下水上回头 这个房间进到另外一个大楼 对 他全面的地方 全面的地方 然后的话 有些木结构的话 就从这里露完 就去到下面去 他一旦碰出来 管道里边压力小 那边碰还一直往里打 对 对 很麻烦的 所以大楼的话 上面一喷一个头的话 就从一个层 下面都一样了 就是从那层开始 基本上下边都会沿的 对 所以说现在就是 那个那个insurance公司 就现在就 就为什么把那个detectable 升得那么高 他知道因为我的表面 就现在是最大的一个 一个麻烦 这个麻烦太大 对 这个一水一喷的话 你地板地盘全部要炸掉 然后那个那个 爪我这里全部切掉 那一大堆的楼上到楼下 这里几十万就出去了 对 所以大家有点怕 对 太快的话 当然这个不是你们的错 OK 然后呢 同时呢 他要HVX Shutdown 我们刚才说 这HVX Shutdown有三种 第一种呢 就是说你爸的这种空调机呢 我们刚才说了 你2000 CFM以上的 supply 那边要smoke detector 如果是1500 15000 CFM以上的 那个return也要有 那现在我看到有三种做法 就是这规范里 这块也不是很明确 所以一种做法就是hardware 这我估计你能搞电子就知道了 就是由那个dark smoke detector 和空调机的control panel 有一个hardware interlock 一旦那个动作了 你自动把空调机shutdown 这是一种做法 还有一种做法呢 比如说这个楼宇 它有那个DBC control系统的时候 它通过楼宇 但这个我们是强烈的不推进 再有一种就是fire alarm直接出来 其实我个人 我今天用这个fire alarm 这个control panel 对 这种是最合理的一种 一是呢 如果你那种hardware 你fire alarm那边 根本没有任何的记录 没有任何最终 同时它也有可能是误报 或者是什么 所以从fire alarm 来shutdown这个fire alarm control panel 来shutdown这个HV 但是这个规范是最好的一种 但是这个规范上 讲的不是很清楚 是 但是你fire alarm有好几个 你哪里糟糕 它把那个给消灯 它也变成了 它是那个smoke感应到云安以后 或者是楼宇哪个smoke 它都要把l supply给消灯 不管在哪一个区域 不管在哪一个 不是 它是根据fire alarm来算 它不可能说 我33层 我在这个33层那个弄了 我把那个下边 它不是 它是按照fire alarm来 是 但是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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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一定 看它怎么设计 看米开那个怎么设计 大部分是一个道理 对 如果是比如说一个 它共10层 那这10层里面 任何一个火灰 它都要散弹 对 是这样 再看看service error 如果你是高层的话 高层这一块跟下面 这个破点是分开的 对对对对 因为你破裂的用户 跟上面的能量 对对对对 这牵扯到 牵扯到没开的过 就是它的air 它的任内的总共有几个 然后它cover多少层 对对 所以你们编程的话 那一定会考虑这些关系 对 那全部关的话 那不得了 对 然后就启动这个 镇压送风和排行风机 这个包括那个自尔弹腿 所以就刚才说的那个fire lamp 这个fire lamp 通常是closed 一旦有火灾了 那你要有一个 从fire alarm系统 发出一个控制信号 要把那个fire lamp 打开 同时打开那个风机 或者是排行风机 有一个smoke damper smoke damper是指在一个fire wall 有这个正常的送风的 我这个风道呢 我一个控制机 我可以能送10个fire lamp 对不对 可是我这风道 在穿过这个fire wall的时候 如果将来有火灾怎么办 这个就是火灾 可以通过风道过来 对不对 那么好吧 这个fire damper呢 一旦有火灾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 我们这个是一个防火痕区 隔壁是一个防火痕区 我现在有一个空球机 在大开的正好穿过这面墙 那这里边就要设一个fire lamp 但是这个fire lamp 通常不是motorized 它是一种就是那种 融化的一手 就是要爬 夸灌热 这也不需要我们fire lamp 来监测和控制 那你问的是smoke damper 对 so the fire damper 是一样的 我听成fire lamp 国内 国内叫7288 880 应该叫fire lamp 像是肉不一样 对 这个就是起隔离火灾的作用 但它通常不是motorized 但是你在楼梯间 那个正常送风和排行动 那也是motorized 那也是fire lamp 对 这个也叫fire lamp 都叫fire lamp 只不过它功能不一样 有smoke damper 叫smoke 一个叫fire lamp 只不过它叫法不一样 跟fire lamp 没关系 叫格动控制 fire lamp 不是 一是功能 一是控制 你说那个smoke damper 可能是在正压送风那里面 相反 在隔开这个防火分区 这个叫fire lamp 因为它是隔开 是防火用的 你可能在正压送风 就在楼梯间 那个应该叫smoke damper 我感觉 这个我们这里面 没有mechanical 我们应该问他们 elevator 在火灾的时候 它要recode 都要recode到meanflow 或者是alternative 按照这个建立规范 其中 那个fire fighter 那个elevator 就是消防队 它来它会控制之间 fire tool close 我们说过 哦 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 access control doors 这里边就牵扯一些是什么呢 就是在igris 就在逃生通道上 比如说有的一些大的公司 或者政府 它会有那个access control 从外边用car进来 这里边就牵扯到那个magnetic 和那个electrical strike magnetic是fail thing 就是你断电了它就打开了 但是electric是fail skew 就是说你一断电了 它反而lock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这就是建筑专业 和我们电器专业 配合比较多的 这里边牵扯两个专业 两个问题 建筑电器 然后一个是火灾 一个是access control 通常情况下 你从里边应该有 那种panic bar 对吧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一般就走到 那个panic bar 你的mechanical 你就不会存在任何 这些问题 magnetic 肯定要有的 对 火灾 有relate 有relate 我知道 我看过他们一些图 实际上magnetic 这种actuator 本身 它一吃电 它就开了 它就这门就不锁了 通常是有电锁 不 有电锁 但没电magnetic lock 它就开了 对啊 就是fail secure fail secure 就是电的 electric strike 就是那种电的 它一旦失电了 它会锁了 你有电的时候都好办 有电的时候 我或者打开 或者关上都行 我们现在说的叫fail state 就是说没电的时候 它是什么状态 你有电的时候 你发个指令打开 关上都可以的 我们说的是没电的状态 刚才说的是设计 现在说这个安装 安装基本上就是按照524来安装了 还有Electro code 必须有有这种资质的contract来安装 要做编程 然后要有sbill 周应 shop周应 review onend 这个package 下边这个testing和inspection 这是按照536来做 这个testing和inspection和安装的可以是一个公司 任何一个新的或者TI的project 都需要做这个testing和inspection 但是做这个inspection 这个technician必须是certified 必须是3rd party 不是3rd party 必须是certified 有资质的technician来做 做完他要签字 他要对他做这个报告要做得 我们engineer主要是做witness 或者是给他review 如果是说他review报告有deficiency 对不起重新做fix 直到你没有deficiency 我们通过了 我们告诉你 到这项目课 那他也给你出shop drawing shop drawing shop drawing 那是在开始安装之前 他如果有deficiency list 他会产生一个 然后他会fix engineer或者是client 会做witness 537 这就是verification verification 必须有3rd party 就不能由安装的和做inspection 就来做 他要3rd party 那是不是一定要小的项目也需要 也要 根据这个建筑规范和537的要求 require for all new OTI project 只要你动了你就要做 然后他有一个annual inspection annual inspection 就是他不需要做verification 但是他每年要做一次inspection 这个inspection通常是由 就是每个大楼他都有一个叫service 扩外的 就是每年都他做 都他做 对我们有一个叫fire technician 就是他有个公司 就上面干的 他每年来给你 对 他每一个postation给你查一下 对 就我说的就是这个 对 对 对 然后看看你那个fire panel 看看是不是都work 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 嗯 他每年必须做的 simulate notifier 什么 morecon应该是比较小了 adward adward搞了好多的highways 他们便宜是吧 嗯 搞不清楚这个不便宜 他们便宜 他便宜是吧 Honeywell他的价格 应该做很多这种commercial的 或者是大小项目 他们很少做这个 mulcon一般小楼 对 simplend和adward一般是比较大的楼 自己的公司做了好几个了 有两个是政府的项目都在sarsham 这也是其中在sarsham的一个政府的项目 它是换这个就是fire alarm panel的升级 一个在rejana 都是政府办公楼 然后 你做的是santec做还是你个人 我个人 我个人 然后在多伦多有一个大概8万尺的一个warehouse fire alarm系统的设计 在温哥华是做了两个参购感 都是TI的 � Myth 虚呢 那这个就是 这个是方式的 其实啊 你是一个人的 这样就好了 前有什么 teor懂的 那这个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